贸易战在即中共怀穿两沙手茧,却不敢妄动地产股危机线,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外界有消息称中共反制川普政府的手段除了兑一千多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外,抛售美债和限制美企在华活动是中共的两二两个手段。 但有分析认为这两个手段都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 外媒称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下,中国地产股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地产股的危机终于出现了《华尔街日报》。 29日报道,中国房地产类股正遭受重创,贸易紧张局势导致人民币本周走低。 再加上中国政府为控制房地产市场泡沫所采取的行动,这些因素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内。 似乎与全球贸易争端没有什么关联,但贸易紧张局势已导致人民币本周走低。 再加上中国政府为控制房地产市场泡沫所采取的行动,这些因素都在产生负面影响。 房地产股正遭受重创,衡量中国大陆开发商股票的沪深300地产指数。 本周跌14%最新的打击是中共政府禁止房地产公司在海外发行美元计价债券。 除非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地产开发商将无法再把此类资金用于新房地产项目。 本月人民币对美元下跌3.3%,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上述决定中共政府对影子银行的打击令许多开发商,无法在国内融资。 因此他们转向海外债券市场。 Dilogic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初以来,中国开发商已发行590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券,约占日本以外所有亚洲企业此类发债总额的四分之一。 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这些专注于国内业务的企业将难以偿还美元债务,中共政府或许也迫切希望收紧开发商的融资渠道。 这些资金帮助刺激了持续三年之久的楼市上升局面。 虽然目前这种涨势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但5月份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仍较前月上涨0.4%。 这种涨势持续的时间,夜长滋生的自满情绪就越强烈。 中国家庭已因购买房产背负了巨额债务,截至三月末,未尝海的抵押贷款规模达到3,5万亿美元是四年前的两倍多住房市场回落时机成熟,加上监管驱动的融资来源受压。 这双重因素意味着开发商将面临麻烦。 中国恒大集团的股价自2017年年初以来,累计上涨了近三倍。 当时该公司净债务已增至880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是外币巨价债务,相当于该公司股等的三倍。 基础如此薄弱。 中国房地产股似乎不太可能进一步走高。 抛售美债效果被高估外界有消息称,中共抛售美债是反制美国的一技重拳。 不过美国学者分析外界高估了抛售美债的效果。 外交关系协会Consu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经济学家塞斯特·布拉德·塞斯特分析说如果中共出售其所持全部1.1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以及位于比利时等国外托管账户的约1000亿美元美国国债那么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将仅会上升0.3个7次。 抛售美国国债的副作用,明显就抛售行为本身会带来损失不说,还可能驱动人民币升值,这无疑会打乱。 当前中共政府的计划,人民币汇率日前已经触及6个月以来的跌点中共官方也正在释放有意让人民币可控。 贬值的意图这样,可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减少川普的贸易关税施压。 最后,现在抛售美国国债还可能对全球经济引发无法预测的冲击,比如加强投资者对人民币作为储值货币的不信任,刺激中国境内的资本加快离境。 更何况如果中共政府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美联储,一定会做出回应。 塞斯特表示,美联储可以很容易地降低加息预期,甚至以相当直接的方式来回应抛售行为,改变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缩表速度。 作为美国债的第一大债主,美联储要吃下中共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绝对没问题,美国终究手上持有很厉害的王牌。 美联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买入比中共卖出国债还要多的买家。 他说限制美企在华活动捧火上浇油,第二个把美国企业当成制约川普政府的工具,也因为只会火上浇油只能想想,不敢行动。 一直以来,中共的市场化技术政策,让美企敢怒不敢言,但随着在华美企的商业利益不断被侵蚀,威胁或挑战下,这些企业也已从过去的默不作声,转向要求本国政治家为其发声。 如果中共让川普政府的支持者直接受伤害,可以想象,非但不可能迫使川普休战,更会让川普有了更加血凿的理由对中共进行制裁,假若川普真有意瞄准中资剧起,那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极度痛苦。 当然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想想近期中共国企中心应违反美国政府禁令,而几乎倒闭的遭遇,足以令中共不改善自业雷迟一步。 阿波罗网01综合报道